把那個步驟二做出來 就是顯示什麼 它的平均身高是多少的第二位 也就是說我今天希望什麼 我希望把這個List1裡面的資料 OK而且List1 我們裡面的資料不是全部 而是部分 哪部分呢 就是中間 身高跟體重的部分 那我這邊把它back回去好了 那這邊的話呢該怎麼做 我們就從剛剛這一段開始 假設我這邊 四行 那其實主要 我要 把它切出來 所以我一定要先放一個什麼 H等於中國阿虎 W等於中國阿虎 意思說我先增加一個 一個 清單 放什麼呢 放這些 身高跟體重 其實這個清單就有點像是 Excel裡面的 反正一個區域啦 三個 三個這樣 身高 體重 當然你才可以算平均嘛 OK 但是因為 在Python我講過 他一定要先建 然後再來的話 我要需要在哪邊建呢 這邊的話呢 當然 print了出來 結果 剛剛這個地方是 一個人的名字 他身高在這裡 空白 體重 ㄟ 所以理論上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把 這一個資料 切割 對然後呢 我取這個跟這個就好 要怎麼切呢 特別注意喔 我要針對的是 這個List1裡面的 這個i的值喔 所以喔 基本上我是 把什麼呢 把這個List1裡面的值 就這一個 把它切割 切割的話呢 還記得吧 點什麼 點Sprint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因為他 他有出來 有的時候不會出來 沒關係啦 最好就是你點 打案出來 你用點好了 然後呢 雙引號裡面放個空白 然後呢 Sprint之後的話呢 他會切回來 就是丟到前面去 會給一個串列 因為他切嘛 一定會是 前面要接就串列 所以呢我習慣在前面 用個什麼東西接呢 用一個List2 等於去接 也就是我第一個 第一個串列叫List1 那第二個切完的 串列叫List2 然後第三個也許還有 我其實蠻多像爬蟲的 要切 再來切就變List3 List4 這是我的命名習慣 因為我後來發現 這個好像還蠻好記的 而且也不用去想說這個List要取什麼名字 反正第一個就1嘛 第二個就2嘛 第三個就3嘛 OK 這是我習慣寫法 你如果有別的寫法沒有關係 你也可以照你的寫法 OK 我覺得這招還蠻好記的啦 主要我的寫法是好記就好了 OK 也不容易寫錯 所以後來我發現 之前別班同學教過來的 我程式 我一看 怎麼感覺跟我的風格好像 寫出來 雖然寫的是東西不一樣 但是跟我寫的方法 一下子就是覺得 這應該是吳老師教的 學生寫的 沒錯 因為完全就是有吳老師寫的那個程式的Style OK我覺得真的啊 程式有自己的Style這個還蠻 一看就知道了 真的 完全騙不了人的 有時候我真的像VBA我也有自己寫的一套方法 跟別的老師完全不一樣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我全部都是用我自己的習慣寫法寫的 所以也許啦 以後如果你不見得習慣我的寫法 你可以有自己的寫法 沒關係 然後我們把Style之後 當然如果你不確定這裡面是什麼 你可以把它Print出來 Print什麼 Print這個東西 List2 當然如果你OK你就不用 這個 把它Print看一下 基本上它就是 把它 這個輸出 然後切割成三個 那我要取出的是這一個 跟這一個 OK 不過它這個後面好像有換行 但是會不會影響 我們可以看看 如果不影響我就不理它 但如果有影響你把它去掉 OK 接下來我要第1個跟第2個 接下來的話我就把 這一個 這個東西放在H裡面 這個放在W裡面 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先 這個就把它Delete掉 然後我就怎麼放進去呢 我就把 H 點什麼呢 點Append 我要放身高部分 那請你幫我把那個List2裡面的第 第2個就1嘛 所以裡面的第 一個 應該是1啦 直接第2個 就是 這個是0 這個是1 然後把身高 W 放在哪裡呢 點Append 一樣點 Append 然後把 這個裡面呢就放List S 中瓜糊 2 就是把 體重放進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一個蘿蔔一個坑的 把它放進去了 然後 看一下 最後的話 你當然可以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點喔 因為我將來要做什麼 做 加種 跟 平均有沒有 所以因為它是什麼 自串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 外面包RNT 或者包那個EVO也可以 OK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注意喔 這個也是最容易發生錯誤的 所以 外面加一個RNT好了 轉成RNT 好 這樣的話 最後 我們 再把這個 H跟W print出來 看一下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就 H 然後 再print 然後把W也print出來 好 看一下 OK 執行一下 有沒有 這個是 List1的資料 這個的話呢 就是 這個就是 H的資料 這個就是 W的資料 那是不是身高跟體重呢 175 對 155 172 沒錯 而且呢 也會是整數的 不能是 自串喔 如果你print出來發現自串 因為自串不能加種 OK 除非你要再轉型 那 接下來最後的話 他希望看到結果是怎麼樣 我們來 針對那個 題目給的 他要我們看到 我把那個題目 試題要的 結果就是要長這樣子 他的Average 的那個 Height 空一格喔 空一格 那我們其實 可以用print 後面的話 取到小數點的 第二位 所以其實我建議用Formator Formator的話 基本上 我們可以把這一串 到空格要佈置一下 然後後面就給他一個大括弧 來 Ctrl C OK 不過 考試的時候沒有辦法 Ctrl C 因為這是電子檔 考試是給你那個 題目 只是是紙本的 你沒有 考試沒辦法 Ctrl C 只是 練習的時候可以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把 W先刪掉 這個 裡面放這個 然後呢 再串 後面 串一個大括弧 然後後面的話呢 帽號加一個 點 2F 取到小數點的 第二位 點 Formator Formator 然後Formator的話呢 就要給一個 什麼呢 H 應該是 平均嘛 所以應該是他的加總 Sum 瓜糊 H 這是他的 所有的人的身高加總 除以呢 幾個人 除以 當然 3字也OK 可是考試我不知道3會錯 因為他可能要你 做一件事 裡面幾個人他希望你用LEN啦 LEN就是裡面有幾個人的意思 幾個 資料的意思 123 就把它加總 上起來 然後 再算裡面幾個 那就是平均的 另外當然呢 平均身高做完之後 再來一樣就是平均體重 體重的話 其實差不多把它複製一下 用這來改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貼上 然後Average應該是變成那個 位測 然後就把這個 改一下 然後這邊改 W W OK 好 應該 大功告成 然後我們來試一下 最後 關鍵時刻 就 來到了 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 那應該我們第二階段就OK了 應該沒問題吧 還有有沒有什麼地方有問題 應該沒有問題 好沒有問題執行一下 看看會得到第二階段要的 這個OK 33 65.00 自看空白 空白 都OK 好 所以第二階段呢 也達到了 但是現在還是0分 因為最後呢 你要把底下也做出來 才是 拿到那個10分 OK 所以請各位 先試試看 待會一樣 我也要把那個 我剛剛寫完的程式 也會把它放在雲端一份 然後 基本上 比較關鍵的地方就是 先建兩個 空的串列 再把 List1 裡面這個切割 放到List2 然後一個一個的放到 身高 個別放到身高 他的第2欄 第3欄 放到他的身高體重 記得要轉型 最後再把它平均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不過我剛剛這樣寫 還沒完 所以我發現 這個 90 904跟902的難度好像差蠻多的 你會發現這還沒做完 所以其實 如果抽題抽到902 應該算是幸運 904 其實當然就 這難度就是暴增很多倍 都可以了 都可以了